我们将陪大家阅读的 是英国诗人小说家托马斯·哈黛的 《德伯加的台思》 哥德曾说 读一本好书 就是和一位品德高尚的人谈话 今天 我们将一起与托马斯·哈黛对话他的作品 《德伯加的台思》 看看《德伯加的台思》 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和人生感悟 在开始《德伯加的台思》的阅读之前 我们可以先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你是怎么看待纯真少女的失足呢 第二 爱情中 纯真与人品 你更看重哪个呢 第三 男友因为你的意外失足 而选择离开时 你会怎么办 第四 凡然醒悟的男友 又重新回到你的身边 你又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这些关于爱 关于人生的命题 相信在完成阅读后 你也许会有新的思考与认识 托马斯·哈代 是一位横跨两个世纪的文学巨匠 哈代一生 共发表了近二十部的长篇小说 从1867年至1896年 他专门从事小说创作 先后发表了十四篇长篇小说 四部短篇小说集 为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小说的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1897年到1928年 他又致力于诗歌创作 先后发表八部诗集 一部史诗歌剧 为英国二十世纪的诗歌文学 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1910年 哈代获得英国文学成就奖 1840年 哈代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普通专瓦匠家庭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哈代的母亲捷脉马 重视知识和教育 擅长说故事 这也为哈代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哈代作为一个跨世界的文学巨匠 代表作有 德伯家的台思 无名的求德和还乡等等 哈代的小说背景 都是他所长大生活的英格兰西南部地区 构成了一个威塞克斯系列小说 他的小说主要分为三类 性格与环境小说 浪漫幻想小说 计谋小说 其中又以第一类为重点 因为他的重要小说 基本都归于第一类 而1891年出版的 德伯家的台思 则一直被大家看作是 哈代的代表作 哈代的小说具有浓重的悲观色彩 在悲剧的探索中 哈代发现了最高层次的悲剧主题 有价值的事物受到了不可逃避的环境的扼杀 在他看来 台思和求德的悲剧都是由神来安排妥当的 所以无论人们是怎样的努力和反抗 终究还是摆脱不了神的主宰 他的小说情节安排上 也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 导致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 都被写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巧合事件 从而使得矛盾被进一步激化 从而达到矛盾的顶点 如在小说的第四章中 由于父亲喝醉酒不能起来赶集 台思就代替父亲驾车赶集 台思在途中打起了盹 这时迎面来的一辆油车 撞死了家里的一匹老马 老马的意外死亡导致了全家生活的危机 也为台思认清埋下了伏笔 德伯加的台思 是哈代·威塞克斯系列中的一部长篇小说 哈代在小说的副标题加了一句话 一个纯洁女人的真实写照 也在小说的题词中 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 可怜你这受了伤害的名字 我的胸口是张床 宫尼杨夕 这些细节都表明了台思 在哈代眼中是一个纯洁的女人 她同情着台思这个纯真的女人 而这也是哈代 对资产阶级道德发起挑战的体现 在这个故事里 你将会看到 因为纯真二字引发的一系列悲欢离合 有人因为纯真失去所爱的人 失去被爱的权利 有人因为不真对此耿耿于怀 在这段爱情故事里 纯真与不真贯穿全过程 这一个个挣扎在纯真边缘的灵魂 坚守或是毁灭 都是无法揣测的人性 台思 一个美丽善良的农家姑娘 因为自己在感激途中打盹 没有注意到对面驶来的油车 导致家中老马被撞死 她把这一切都怪罪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当她母亲提出向亚历克·德伯维尔加认亲时 台思纵使心有不愿 还是顺从了母亲 而这一顺从 她的人生却因此发生了戏剧化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将看到一个不安世事纯真的少女 是怎么一步步被浪荡公子亚历克拉入黑暗中 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所幸老天还是有眼的 台思在一家牛奶厂当挤奶公时 遇上了她的真命天子 安琪·克莱尔 台思出于真爱 在结婚当晚将自己的过往 悉数告诉自己的丈夫安琪 可等待台思的 不是丈夫的理解与同情 而是丈夫的愤然离席 原来 纯真二字 一直隐隐左右着台思的命运 本是纯真的少女 被地主家的少爷压历克监污了 而台思的丈夫安琪 却因为台思的不纯真 而选择离开台思 台思哪怕美丽动人 勤劳肯干 甚至可以为丈夫安琪 牺牲自己的性命 可哪怕这样的台思 也没有躲过纯真的考验 原来 不是所有的爱情 都经得起纯真与诗真的考验 安琪·克莱尔 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 她没有遵从父亲的意愿 成为一名牧师 她选择的是跑到乡下 学习农业技术 并与当地的劳动人民打成一片 从表面上 她是一个温文儒雅的翩翩君子 但实际上 她并没有完全摆脱 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 和世俗偏见 一个纯真的内心 在智固人们的世俗面前 不堪一击 更不值得一提 于是 命运的悲剧 便这样赤裸裸地流淌在 世人的面前 德伯家的台思 这样一部红篇巨制 你能够从中看到 作为没落家族后裔的 心酸和无奈 背负着一个极具盛名的姓氏 却还过着社会最底层的生活 巨大的落差 带来的种种滑稽与无奈 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比如台思的父亲 杰克·德贝菲尔 本过着安静又平稳的生活 可有一天 一个牧师告诉他 他是墨洛贵族 德伯维尔家的后人 杰克从此便一直 以德伯维尔家族的后人自居 原本还算勤恳工作的杰克 因为这个姓氏而不再努力工作 终日幻想着 这个尊贵的姓氏 能带给他意外的财富 实际上 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 这个尊贵的姓氏 有任何尽如人意的改变 反而 有走向更糟的趋势 而这个所谓尊贵的姓氏 不仅没给杰克 德伯菲尔一家的人 带来如意的改变 还使得这位纯真的少女 台思的命运 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对于这个姓氏 台思是恨多于爱 因为这个姓氏 台思才会选择去亚利克家认亲 才会发生后来的监污事件 也因为这个姓氏 自己的丈夫安琪 加重对自己的厌恶感 认为台思是个令人讨厌的地主家的后人 台思曾想过 他姓什么都好 总好过这个德贝菲尔 如果你问 德伯家的台思到底写了什么 那是一个纯真的少女 被命运无情地戏弄之后 与相爱之人一起经历命运的质问 不幸的是 少女所爱之人并没有扛住命运的捉弄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纯真 是一躯肉体 还是一颗真诚 热情 而又善良的心 命运从未停过质问的脚步 而最后的答案却如迟来的太阳 虽然晚了 但终究还是来了 我们将一起走进 这个悲剧色彩浓厚的故事 去到十九世纪的英国 去到那偏僻的马洛特村 看看纯真二字 是如何戏弄众人的命运 看看台思 安琪 亚历克这些鲜活的人物 去感受这场 纯真拷问中的爱与恨 聆听一曲 纯真悲歌 翻开书的第一页 就是一幅两个路人在交谈的画面 故事从马洛特村 五月后半月的一个傍晚开始 一个男子步履蹒跚 两条腿颤颤巍巍 像极了那喝醉酒的老汉走路一般 他的胳膊上跨着一个空的鸡蛋篮子 帽子的绒毛更是乱蓬蓬 帽檐上磨损掉的痕迹 向众人透露帽子的年岁已高 这条路上发生了无数次的两个路人迎面相逢 可今日偏偏不同往日 怎知迎面走来的斯丹福特路的特林厄姆牧师 为这个两腿盘跚的男子杰克·德贝菲尔 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牧师喊了一句 晚安 约翰爵士 杰克·德贝菲尔走了一两步 便停住了脚步 杰克才想起 上回赶集时 这个牧师也是这样称呼自己的 杰克开始困惑 自己不过一介平民 一个普通的小贩 怎么会值得这个牧师 一次又一次地换自己为爵士呢 杰克的脑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号 原来 这个牧师在编写新俊志 而考察各家家普时 发现德贝菲尔 是德伯维尔爵士世家的直系后代 而且 德伯维尔家的始祖 是大名鼎鼎的佩根 德伯维尔爵士 根据史料 巴托斯文选记载 这个爵士是随着征服者威廉一世 从诺曼底来到英国的 本该过得平淡如水的杰克·德贝菲尔 却因为听从牧师的介绍 一下子对自己的祖上 对自己的根源 有了清楚的了解 尤其是 这个好心的牧师告诉他 曾经德伯维尔之系繁茂 拥有大量的领土 在本郡 金斯比尔 谢尔顿 米庞德 拉尔斯丹特 维尔布里奇 都各有一处住宅 一连串的地名 一系列的辉煌成就 让可怜的杰克·德贝菲尔 迷失了当下 忘记了这不过是昔日的辉煌 忘记了自己贫困潦倒的生活现状 如果人老停留在过去 便看不到未来 如果世界上有时光机器 牧师会劝说刚才的自己 再三考虑后 再决定自己 是否将这不着编辑的见闻 告诉杰克 因为听完消息的杰克 显然整个人 都飘起在空中了 杰克走了几步后 便坐在路边的草坡上 把篮子放在前面 这时 一个小伙子经过 杰克便大声呼唤小伙子 还让小伙子给他拎篮子 跑腿 收到莫名使唤的小伙子 满肚子的不满 杰克一边把身子后仰 一边对小伙子说 你真认得 真认得我呀 杰克得被菲尔 便将牧师所讲的 祖上辉煌事迹 再一一讲给小伙子听 讲完 还从少得可怜的先令中 拿出一个 给小伙子当辛苦费 这一刻旁边若有一面镜子 杰克一定会被他 这副洋洋得意的嘴脸 吓到的 对于杰克来说 哪怕是冠上了 莫洛贵族的信 也能让他在众人面前 趾高气昂一番 这不 他就乘着大马车回来 嘴里还慢悠悠地唱着 我家在金斯比尔 有一大片祖坟 我那些封为爵士的祖宗 都葬在那儿的牵棺里 杰克滑稽的样子 也引起了当时参加油行的女儿 台思的不满 台思明显感到 父亲带给他的难堪 出于自尊 他不再去看父亲做什么 父亲带给台思的丢脸 很快就被舞蹈所代替 游行队伍走到指定的场地 便开始跳舞 一开始 女生都是两两队跳 后来 快到收工的时候 村里的男人 童贤杂人 过路人都聚集过来 似乎是想找个舞伴 一起来跳跳 旁观者中有三个人 显得格格不入 或者比较特别 三个人是亲兄弟 年龄差距不大 但是他们的穿衣风格 却有着显著的不同 老大的白色领带 圆领马甲 薄鳖帽子 都符合了一个 标准牧师的样子 而老二则是一个 规规矩矩 正正紧紧的大学生模样 而老三 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 无拘无束的神气 作者将心独运 便由此展开 看似是对三个人 穿着的轻描淡写 实则 命运的伏笔 早有此埋下 同样是跳舞场景 老大和老二 是一刻不想多呆 因为他们嫌弃 这都是一群 不够体面的乡下姑娘 而老三 则看得津津有味 还萌发了想加入 他们跳舞的想法 面对大哥胡闹的劝告 老三还是我行我素 他还是解下了 自己的背包 与女孩子一起 跳起了舞蹈 这么多的姑娘 老三该挑谁一起跳呢 老三选了 头一个来到他跟前的人 如果老三早一点注意到 角落里标志如画的台思 如果老三选择 跳舞的第一个人 是台思 那么 他们的故事 也许没有那么曲折 请恳恳干的台思 哪怕心里也十分想和老三跳舞 也只敢在结束时 给老三头去责怪的眼神 台思一向对自己想要的东西 都不是主动争取的类型 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不过是一次萍水相逢的跳舞 但却在台思心里 留下了一个小疙瘩 台思的含情默默 让老三一度懊悔 刚才为什么不去要求 这个轻盈娇美的姑娘呢 如果我们早一点牵手 后面的结局 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呢 我们暂且将台思 这段不太愉快的跳舞经历 放在一边 我们再回到台思家中 看看那个得意忘形的父亲杰克 台思一回到家 看见母亲穷 德贝菲尔 唱着欢乐的歌 依然在洗那堆衣服 琼给台思带了两个消息 一是父亲成为了贵人 二是父亲会因为心脏外面的脂肪 很快一命呜呼 台思一下子明白了父亲 为何有如此怪异的行为 比起这个尊贵的姓氏 台思更在意的是 父亲杰克去哪里 你别气鼓鼓地嚷嚷 半个钟头前 他跑到罗利福酒店去了 他确实想提提劲 好明儿起早感激 提提劲 台思一边说话 一边气到流泪 杰克不会知道自己的提劲 会彻底改变台思命运的轨道 可怜的人呐 他是这样的浅薄无知 而见识短浅 不过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姓氏 也让这个本就不勤快的杰克 在罗利福酒店里活灵活现 台思见母亲穷 找父亲杰克未归 便和小弟弟 一起踏上了寻找亲人的道路 果然如台思所遇见的那样 母亲穷和父亲杰克 在酒店逢人就吹嘘着 自己祖上的光荣 众人被这辉煌的历史 一下唬住 他们平日对杰克 是没有正眼的 现在对杰克 反多了一份莫名的敬意 喝醉酒的父亲 还窜躲着让台思去认清 趁机实现 嫁入有钱人家的美梦 杰克和琼 两人对这件事 议论得热火朝天 仿佛这件事 马上就要落地开花了 而作为事件主人公的台思 在意的 是明早的蜂窝 该怎么卖 杰克以为自己 休息个把钟头就没事 可就在几个钟头后 穷却告知台思 父亲杰克去不了了 眼下已经是卖蜂窝的淡季 再不卖 这一家恐怕 得自己用这些东西了 自尊的台思 宁愿自己亲自去感激 也不愿意听从母亲的建议 从白天 与他一起跳舞的后生中 挑一个来帮忙 于是 在一个夜色朦胧 万物还在沉睡的时刻 台思便带着弟弟 小亚伯拉罕 一起替父亲感激去了 重要的男女主角 已经登场了 纯洁少女台思 志气未托的老三安琪 之外 还有隐藏人物也已现身 为后续故事发展 埋下了精彩的伏笔 台思去感激的路上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一向自尊 不愿意轻易低头的台思 又为什么会乖乖地去认清呢 捷克因为得知 自己是贵族的后裔 便在村中开始得意洋洋 甚至还去罗利福酒店 喝个烂醉 最后 台思和自己的弟弟 亚伯拉罕 只能在浓浓的夜色中感激 那么接下来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因为起得过早 弟弟亚伯拉罕 很快就打起了瞌睡 而台思 也在琢磨自己的虔诚往事中 悄悄地睡着了 月黑风高夜 正是意外地多发时间 当台思醒来才发现 他车上的灯笼已经灭了 但却有另一盏灯笼 罩在他的脸上 原来 台思的马具 和一个挡住路上的物体 搅在一起了 一阵凄惨的呻吟声 从底下有一声没一声地传来 台思立马跳下车去 才发现 家中唯一的一匹老马 王子 被一辆早班油车的车员 刺到了胸部 鲜血源源不断地往外冒着 王子流的 何止是他的血 还有台思一家的希望 哪怕华佗在世 也难救王子一命 这是我的货 都怪我 台思盯着这副惨状 大声喊道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压根儿没有 这个可怜又懂事的台思 在王子出事后 第一反应是自责 他内心充满了自责 哪怕家里人大声呵斥他 这家人也不会这样做的 因为这一家人 一向是马马虎虎地过日子 可台思就是一口认定 自己便是杀害王子的凶手 台思的过度自责 反而成为了日后 答应父母亲去认清的契机 台思在心里盘算着 自己要如何帮家里人 摆脱困境 可这边的母亲 早已经打算好了 让台思去找找 狩猎灵上的 德伯维尔太太认清 请求这个有钱的本家 资助一些钱 台思内心是 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 可一想到王子的死 台思只好听从母亲的话 去认清 这哪是一次普通的认清 这分明是一次洋入虎口的行为 对于山外的一切 台思那仅有的小学知识 还不能完全解释得通 人心的险恶 与满嘴谎言 台思更是了解甚少 台思在特兰岭十字杯下车 爬过一座小山 顺着狩猎灵 找到了德伯维尔的住宅 这是一所单纯 为了享乐而建造的别墅 居住在里面的主人 大抵也是如此 以享乐为目的 带着一脸的惊恐的台思 望着这陌生的一切 我还以为是个老门户呢 谁知却是新门户 这时台思才心生懊悔之意 也许自己就不该 如此草率来认清 台思并不知道的 命运之神已经安排了 属于他的一出好戏 只等他出场 台思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与亚历克德伯维尔 见面的情形 那是他人生噩梦开始的起点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可台思在心中 已经对亚历克 有了一定的讨厌 他讨厌亚历克 强硬地把草莓 塞到他的嘴里 亚历克在台思的篮子 塞了一大堆草莓 也采了一大堆花 让台思带着 这一大堆花 让台思回家时 成为众人的焦点 悲剧的预告 从台思被胸前的 玫瑰花刺到开始了 还没等台思回到家 亚历克的计谋 已经天罗地网地洒下来 亚历克的信 先台思一步到台思家 可还没等台思找好工作 亚历克已经登门拜访 台思在半胁迫 半步情愿的情况下 坐上了前往斯托克 德波维尔家的大车 琼甚至蒙发 让台思嫁给资本家的想法 如果琼早点遇见 台思后半生的命运 那么他会不会 为现在的荒唐的想法 而后悔呢 答案自然是不会的 因为对于琼来说 哪怕自己的女儿 能够跟有钱人调情 也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 身为母亲的琼 没有要提防某些男人的 无故献殷勤和花花心思 而纯真的台思 正是吃了这些亏 台思不安数男女之间的 相处之道 更看不出亚历克 那嘴脸的背后 藏着一颗怎样放荡的心灵 世上从来就没有 无缘无故的情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亚历克毫不掩饰 自己对台思的战友之心 故意把马赶快 好让台思抱住他的腰 还胁迫台思吻他 要强的台思只好下了车 宁愿走着去狩猎灵 也不想再和亚历克 同坐一辆车 是的 亚历克对此勃然大怒 并直言道 你这个狡猾的贱货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故意让帽子吹掉 我敢发誓 一定是的 亚历克对台思又是诅咒 又是辱骂 他把能想到的恶名 全都栽到他身上 亚历克从开始到最后 对台思都是玩弄和战友的心理 一旦得不到 就开启了疯狂辱骂的模式 可怜的女孩 倘若她在此刻 能够悬崖勒马 掉头回家 那么她人生的悲剧色彩 也许会少一些 台思开始了 在德波维尔家看护鸡的生活 命运也增加了捉弄的频率 而亚历克是一直处心纪律地 和台思混脸熟 台思因为寄人篱下 所以只得听从他的摆布 而台思心里也很清楚 他们之间仅仅是伙伴关系 每一个村里都有自己的习俗 这一代的人们 在每礼拜六下工后 喜欢跑到两三英里外的 破洛吉镇 蔡斯伯勒喝酒 台思在众人的怂恿下 也加入了出游 前一两个月的出游 台思都是与伙伴一起结伴回家 但在九月间的一个礼拜六 刚好赶会和赶集的日子 碰到了一起 来自特兰岭的游客 跑到酒店里寻欢作乐 而台思因为干活 很晚才动身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人人都尽情欢愉 台思在街上等了好久 都没有等到伙伴一起结伴回家 却等来了亚历克 台思拒绝了亚历克 一起乘坐大马车回家的要求 而是选择和一群庄稼汉一起回家 被酒精麻痹过的神经 总是容易犯下错误 这波同行的两个女人 因为一些小事而大打出手 就连在旁边笑的台思 也未能幸免 就在这时 亚历克骑着马 出现在路的拐角处 刚才在其他女人那里 受到了侮辱 因此这时的台思 显然是没有认真思考 光凭着一股冲动 便坐了亚历克的马 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 台思这是跳出油锅 又入火坑 天真的台思根本不知道 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地狱的末端 台思通过行走的时间 判断出他们走的不是回家的路 可已经迟了 一切都太迟了 台思因为太累了 便躺在地上睡着了 但凡一个激紧的女孩 都不会在这个时刻睡觉 可纯真的台思 哪里会想那么多 困了便躺下来睡觉 这一躺 为恶魔亚历克 提供了作恶的好时机 黑暗和寂静 笼罩着周围的一切 这样一个美貌的女子 为何要让粗野的人 在他身上 绘上粗野的图案呢 为什么女人 往往要被不匹配的男人 所占有 男人往往被不匹配的 女人所占有 台思平时虔诚信仰的神灵 都去了哪里 他好歹说一句话 救救台思这一纯真的少女 有人说 神灵可能这时候 在旅行 在睡觉 总之 没有一个人 此刻能救得了台思 从此 台思以后的身份 和刚迈出母亲家的门槛 前往特兰岭养鸡场 碰碰运气的姑娘相比 中间隔着一条 无可测量的社会红沟 命运的一出好戏登场了 纯洁少女台思 因为家中老马被油车撞死 被迫去有钱的本家认清 谁知 反而使台思 坠入花花公子亚历克的暗网中 那么如此骄傲和自尊的台思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是尾身于亚历克呢 还是潇洒地离开德伯维尔家 台思因为家中老马王子 被油车撞死 而听从母亲的意愿 来寻德伯维尔这个有钱的本亲 可台思不曾料想到的是 这无疑是把自己往火坑里送 在一个赶集的晚上 台思在狩猎林 遭受了他此生难以忘记的耻辱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经历过这个事件后 台思的整个人生观发生了彻底改变 现在的他和以前没出家门的他 判若两人 当他发现亚历克不过是在玩弄戏弄他时 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富贵的生活 而带着一身屈辱回到自己的家乡 面对母亲的质疑 你既然不想叫他娶你做太太 那就该小心些才是 痛苦不堪的台思大声嚷道 我怎么会知道呢 上等人家的女人都知道提防什么 因为她们都看小说 小说里讲到这些鬼把戏 可我从来没有机会通过看书长见识 而你又不帮助我 如果有人提早警惕台思 提防这些男人的花言巧语和骗人的把戏 那么台思的人生也不会因此蒙上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 这一家人是如此信仰宿命论 竟将台思非人的遭遇用一句 说到底这是人的本性 也是上帝的意愿 来自我宽慰 台思从冒牌亲戚家回来的消息 很快就在地方宣扬开了 几个马洛特的年轻姑娘 身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来看台思 他们并不是真心看望台思 只不过是想看看台思这个可怜的人 是如何征服这个肆无忌惮的亚历克 他们尽管认为台思很可怜 但同情心里也掺杂着他们的一些羡慕 姑娘们的欢声笑语 让台思产生了一时的优越感 但由于台思不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堕落 所以很快台思又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毕竟这样的经历是谁都不想拥有的 八月间一个雾蒙蒙的黎明 这是台思第一次下地干活 带着他的孩子一起下地干活 台思本是一个涉事未深的人 出了这件事后 他曾想了结自己的生命 后来人情势力帮他开了窍 一朵枯萎的向日葵 又重新对着太阳生长了 物以往之不见 知来者知可追 台思一边大胆往前看 一边却以为众人都在关注他的近况 因此总是把头垂得低低的 其实他早该明白 这种想法是建立在幻想之中 除了他自己以外 别人谁也没有把他的遭遇放在心上 人间的事情总是有失有得 台思因为这件事成为全村警醒的教材 另一方面 全村人的友好态度 又使得台思很快从自怨自意中解放出来 但天有不测风云 台思可怜遭遇的产物 孩子却在一个下午得病后迅速死亡 这是一个没有受过礼的私生子 倘若没有受过礼 按照台思所信仰的那样 这个无辜的孩子将会被送到地狱最底层的角落上 台思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死后遭遇这样的事情 于是台思大胆地像教堂里的牧师一样 给自己的孩子洗洗礼来 并给自己那孩子取名为苦楚 台思给孩子行过洗礼后 心里就平静下来 一直到孩子死去 在一个夜里 台思用一条女人用的旧披荆 花了一个仙令和一品特啤酒 雇了教堂私事 点着灯笼 把未受洗礼的婴儿 劣迹招住的酒鬼 自尽的懦夫 以及其他可以想象的被打入地狱的人 一起埋在长满寻麻的角落里 苦楚的离开 是台思那段黑色岁月的产物 吃一欠长一智 从台思显露出沉思的迹象 我们可以知道 这已经不再是头脑简单的台思了 这已经是一个思想复杂的妇女了 她常常问自己 女人的真操 真是一次失去就永远失去了吗 一切有机体都有复原的能力 这条规律绝不会单单不适用于处女的真操 忘记过去的最好方式是不断接触新事物 台思等了好久 终于在一个格外明媚的春天到来时 决定应老朋友的邀请 去塔尔博赛的一家牛奶厂当挤奶工 许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 让台思心中充满了安全感 她的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 再去牛奶厂的路上 她迎着柔和的风 蹦蹦跳跳地往前走着 不时哼起了小曲 台思走着走着 这时从四面八方传来 哇哇哇的声音 这是牛奶厂四点半挤牛奶的号角声 牛奶厂的工人正开始把牛往棚里赶 在这些男工中 台思找了牛奶厂的老板 一个身穿白色围裙的中年男人 简单的寒暄之后 老板便问台思 姑娘 你能把奶挤干净吗 我可不想让我的牛在这个季节就挺奶呀 台思连连答应 只是她近来在室内待久了 皮肤也变得娇嫩起来 你保证受得了吗 在这儿 粗人倒觉得挺舒服的 不过 我们可不是住在黄瓜房里 老板一见台思这么热情 又受得了苦 也就同意要她了 当贴心的老板问起 我想你得喝碗茶 或是吃点什么吧 还不用 那就随你的便了 台思在老板的诧异中 喝了一口牛奶 便开始挤牛奶了 台思是一如既往的勤劳与肯干 她坐在牛肚子的小凳子上 看着牛奶 从她手中 哗哗地流进桶里 她仿佛看到了一个 平静无风浪的未来 挤奶厂的南宫女工们 组成了一支不寻常的队伍 男人们 专门挤奶头硬的牛 女人们 专门挤比较温和的牛 而有几头牛 是老板亲自挤的 因为这些牛是最难挤的 老板挤着挤着 发现一头叫温克的奶牛 挤奶并不顺畅 其他的员工 乔纳森凯尔 认为这是因为厂里来了新人 一个女工则认为 牛奶都跑到牛角那儿 老板提议用唱歌的方式 来让奶牛多出一些奶 于是这群挤奶工人 便唱起了一首欢唱的民歌 当唱到十四十五节时 一个男工提议 弯着腰唱歌 别费那么大力气就好了 先生 你该把竖琴拿来 不过最好还是小提琴 他自以为 这话是对老板说的 后来才发现 是对坐在后面的 一个挤奶人说的 刚才自己都没注意到他 台思从他和老板的对话中 才注意到这个人 好奇为什么 就连老板都称呼他为先生呢 当这个先生挤完牛奶 站起来时 台思才第一次看见他整个人 他系着白围裙 扎着皮股腿 这是牛奶厂工人 挤奶石的穿着 但穿在他身上 却有一种别样的风味 体现出了一种教养有素 台思发现 这个先生他似曾相识 后来台思终于记起来 原来他就是参加过 马洛特游行会的 那个过路青年 那个跟别的姑娘跳舞 而没有跟自己跳舞的青年 往事如同潮水一般 涌上台思的心头 台思一下子慌了 他担心青年一下子认出他 可看青年的反应 似乎是不记得他了 阔别多日后再见 时间都在两个人的生命里 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台思遭遇了一次苦难 而青年安切尔的面孔 也变得更加深沉 当台思得知 亚历克不过是在玩弄 他的感情 他毅然选择离开亚历克 台思带着身孕和屈辱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十月怀胎产下的孩子 也因为生病而去世了 台思为了减少流言 对自己的伤害 选择躲在家里不与人交流 后来台思想明白了 他决心从苦难中走出来 他来到了一家牛奶厂当挤奶工 台思再次与安切尔相见 台思先认出了安切尔 而安切尔似乎还没认出他 两个人能否再续前缘呢 这个纯真少女的命运 是如此的坎坷 台思因为这件事 一度无法走出阴霾 在一个春日里 他决心走出来 去一家牛奶厂当挤奶工 在牛奶厂里 他遇到了当年的跳舞青年 安切·克莱尔 两人再次相遇 能否再续前缘呢 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呢 台思因为白天的工作 到了睡点便疲惫不堪 可临床的小姑娘 仍然热情地向台思 介绍着这家人的 种种详细情况 自然也包括跳舞青年安切 原来跳舞青年 是个牧师的儿子 他来这里是为了 拜老板为师 学习管理农场的各种活迹 在台思来后的几天 克莱尔都没有注意到台思 因为其他女工 总是喋喋不休 而台思总是少言寡语 直到有一天 克莱尔正熟记一段乐谱 并在脑海中 依靠想象力 倾听着这段乐曲 他是如此的专注倾听 以至于把饭桌上的谈话声 和幻觉中的乐曲合在一起 其中一个人的嗓音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时克莱尔才注意到 这个新来的女工台思 克莱尔盯着台思 和其他人讨论问题 不由地赞叹了一句 那个极男女工 真是个大自然的女儿 多么娇艳 多么纯洁呀 一种面熟的感觉 出现在克莱尔的脑海中 许是命运的安排 让两人再次相遇 只是两人再见时 中间已经隔了很多东西 克莱尔开始慢慢注意 这个有点特别的台思 比如说在挤牛奶时 会为台思留个小心思 每天都把台思习惯挤的奶牛 赶到台思的面前 几次下来 台思终于发现了 克莱尔的小心思 当台思红着脸 责怪克莱尔时 却又懊恼自己 不该向克莱尔 透露自己看出他的关照 台思总是有些小纠结 六月间一个典型的夏季黄昏 台思和克莱尔 来了一次触及思想层面的对话 也就是这次对话 克莱尔越发觉得 这个普通的吉乃公 有那么一些奇异的地方 他竟然会这么多愁善感 想入非非 克莱尔想不明白的是 台思这么年轻 怎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克莱尔猜不到其中的原因 自然也不会认识到 经验不在于年龄的大小 而在于阅历的深浅 台思过去肉体所遭受的 一时蹂躏 给他带来了现在的思想 后来的每一天 甚至是每一个钟头 两人都在尝试着 多了解一点对方 在了解的过程中 台思以为 克莱尔会对自己 是地地道道的 德波维尔家人的身份 肃然起敬 后来询问老板 台思才庆幸 自己还好没有贸然 告诉克莱尔这个事实 原来 克莱尔极度讨厌老门户 从那以后 台思就闭口不提 德波维尔家的墓穴 和那个跟随征服者 来到英国的骑士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 台思已经来到这个牛奶厂 一年了 而这一年里 他和克莱尔的关系 处于喜欢与爱恋之间 味觉的地带 对于克莱尔来说 台思是一抹令人温暖的 玫瑰色幻影 因为此刻的台思 不再是吉乃女工 而是一个从全体女性里 化练出来的一个典型形体 克莱尔爱的 不过是他意义中的台思 而非真正的 有血有肉的台思 两人的关系 还没得到正式确定 吉乃厂就发生了 搅不出黄油的事情 有人说 这是因为牛奶房里 有人谈恋爱的缘故 克里克老板顺势讲起了 以前一个吉乃伙计 杰克·多洛普的故事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在大家看来 老板只是讲了一个 滑稽的故事 可只有台思知道 这件事多么残酷地触痛了 他人生经历中的痛处 而在那天晚上 他的三个伙伴 雷蒂 伊兹 玛丽安 挤着窗口 仔细端详着 庭院里的台思 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 他们三个都爱的那个人 克莱尔 喜欢着台思 可这三个姑娘不会知道 台思已经抱定了心思 硬起心肠 尽力躲避克莱尔 因为他这个失了纯真的女人 是配不上克莱尔这样绅士的男人 可克莱尔抱他过河的言行举止 又再次动摇了台思的心 尤其是克莱尔说的那句 你知道不知道 我刚才费了四分之三的力气 都是为了现在这四分之一 一方面克莱尔动情的情话 软化了台思坚硬的心 另一方面又传出这样的消息 克莱尔的父亲 为克莱尔找了一个神学博士的女儿 作为妻子 听到这个消息 台思不再痴心妄想 虽然克莱尔的确最喜欢她 但这喜欢多少带有一些轻率 而且从世俗的道德观念来看 与那几个不受克莱尔青睐的 平庸姑娘比起来 台思更不配接受她的爱 可情到深处又该如何自控呢 两个相爱的人在一个凉快的下午 忍不住亲吻在一起 他们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时光飞逝 眼看着克莱尔在这里的期限就要满了 他要再到别的农场上学习几个月 面对他的离开 四个姑娘脸上都不约而同 露出了怅然若失的神情 在最后离别的日子到来前 克莱尔回了一次自己的家里 想告诉自己的父母关于这里发生的一切 包括他与台思的关系 回到家里 家里人发现克莱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和以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现在的他越来越像个庄稼汉 而当家里的父母得知克莱尔拒绝 娶出身名门世家的墨西小姐 而打算娶一个庄稼汉的女儿时 克莱尔的父母只是希望他的儿子 不要仓促行事 他们并不反对见见台思 其实克莱尔自己对于台思的爱 也是充满了矛盾 他明明爱的是台思的心灵 情操本质 但是却在与父母讨论时 对台思人生的次要方面大做文章 仿佛这些才是决定因素式的 这样模糊不清 摇摆不定的爱 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克莱尔这次回来 便对台思求了婚 我想问你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自从上个礼拜在草场山那一天以后 我就一直在盘算这件事 我想成家了 瞧 我既然是个庄稼人 也就需要一个懂得管理农场的女人做妻子 台思 你愿意做那个女人吗 台思顿时满脸愁云 他天天和她接近 势必会爱上她 这是她早知道的 也接受的 但是对于现在突如其来的这一必然结果 台思确实始料未及 哦 台思在一家牛奶厂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还在这个牛奶厂里 再次遇到了克莱尔 那个当初没有与自己跳舞的青年 两人再相遇时 又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两人在朝夕相处中 慢慢互生情愫 最后互相表白心意 克莱尔甚至请求台思 答应做他的妻子 可内心痛苦的台思 只能含着泪 拒绝了爱人的请求 两人最后是分道扬镳 还是携手共创美好的婚姻生活呢 克莱尔向台思求婚 内心十分痛苦的台思 还是拒绝了 两人是否会结为夫妻呢 克莱尔以为台思的拒绝 与他之前接触过的女人一样 他的否定是肯定的前奏 可克莱尔忘记了 凡事都有个例外 台思便是这样的特例 克莱尔后面又向台思求了几次婚 得到的回应仍然是一样的 圣怒之下的克莱尔 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逗赢我 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失望 你几乎就像一个卖弄风骚的人 我敢说 你就是一个 一个都市里头等卖弄风骚的女人 这种人就像你一样 冷一阵热一阵 叫人捉摸不定 克莱尔的话让台思紧张到发抖 这次台思有了一些退步 台思决心在下个礼拜天 与克莱尔讲明自己的遭遇 还没有等约定的日期到来 两人已经约定好 相守一生了 虽然两人已经订了婚 但台思对于结婚的日期 一直不肯开口决定 尽管克莱尔曾多次 在最诱人的时刻问过他 似乎台思一直愿意处于 现在的订婚阶段 直到传来克里克老板 准备辞退人的消息 台思才下了决定 说了那句克莱尔等了很久的话 安吉 我们把我永远属于你的日子 定下来吧 他们终于把结婚这件大事 安排好了 在他们准备婚礼的一个晚上 台思决心违背母亲的叮嘱 把自己这三四年的遭遇 写在信上告诉克莱尔 台思趁着夜色 把信塞在了克莱尔的门缝下面 可台思没有想到的是 克莱尔并没有看到这封信 因为这封信恰好塞到了 毯子与地板的空隙间 这也许就是命运开的玩笑吧 让台思再多享受几日的幸福时光 台思向命运借来的快乐时光 总是短暂的 在台思结婚的当天晚上 台思决心向克莱尔 吐露埋藏自己心里的伤痛 而克莱尔对于台思讲的这件事 似乎还没有醒悟过来 他拨了一下炉火 脸一下子变得憔悴了 面对苦苦祈求宽恕的台思 克莱尔用了一句 你以前是一个人 现在是另一个人来回绝 两人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而降到冰点 本是热闹喜庆的新欢之夜 成了两人不欢而散的最后一夜 克莱尔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爱台思 不然他也不会撇下台思 独自一个人去巴西 更不会要求台思不要主动写信给他 除非他先写信给他 克莱尔留给台思一些钱 和一身的绝情便拂袖离开 而无辜的台思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在新婚之夜后 收拾着自己的包袱 狼狈地回到娘家 两人从此各奔东西 天各一方 两人再相见时 是在一个仓路公寓里 他们都和从前一样 又和从前不一样 克莱尔不在身边的这些日子 台思的生活越过越窘迫 父亲去世 房子被收回 没有地方居住 在这些让人绝望的时刻 克莱尔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台思找不到 也得不到克莱尔的帮助 台思不是没有给克莱尔写信 可这些信都石沉大海 毫无回应 寻找丈夫克莱尔的希望 被漫长的苦难 一点点消磨殆尽 最后 台思死心了 而就在这时 那个浪荡公子 德伯维尔又出现了 他一边帮助台思家人 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让台思无从拒绝自己 另一方面 不断对台思进行洗脑 告诉他 克莱尔不会再回来了 台思终究还是没了信心 只好再次尾身于德伯维尔 于是便有了居住在 舱路公寓的故事 而远走巴西的克莱尔 没有他想象中 在巴西大展宏图 却因为不适应当地的气候 病得不成人形 说来也奇怪 也就是这次的巴西之行 让克莱尔想清楚了台思的遭遇 台思作为一个受害者 本应该受到自己贴心的安慰 结果自己却狠心地抛弃了他 他对于台思的爱 终于不再是空中楼阁 他还是十分想念这个 可以为他去死的纯真女子 人总是快要失去的时候 才幡然醒悟 才会懂得要珍惜 克莱尔伸出了双臂 但是又垂了下来 因为台思没有迎上去 仍站在门口 现在的克莱尔 就是一具发黄的骷髅 太晚了 台思一连说了三次 克莱尔起初并不知道 这三个字背后的含义 以为台思责怪自己来得太迟 当台思说了那句 他又把我弄到手了 克莱尔才浑身发软 他们之间真的隔了千伤万水 两人都愣愣地站在那里 没有说话 过了好久 克莱尔才发现 台思已经走了 克莱尔漫无目的地 走在大街上 走回旅馆 机械一般地吃了早饭 算了钱 克莱尔已经心灰意冷 他只想赶快离开这座 让他伤心不已的城市 他在车站等车的时候 注意到一个正在跑动的人影 他后来才注意到 这个人便是台思 他的妻子 克莱尔没有想到 台思会来追他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 台思居然会为了他杀了德波维尔 两人过上了短暂的流亡生活 哪怕是这样的流亡生活 对于他们这对分别已久的恋人来说 也是幸福的 他们一整天的行动都是随性的 没有所谓的乔装打扮 长久隐藏之类的举措 他们平静地享受着重聚后的幸福时光 最后他们走到了异教神殿 台思累地躺在地上睡着了 而追捕台思的人 也很快地赶到这 并包围了这 面对十六个人的追捕 克莱尔请求他们 让台思睡一个安稳的觉 当太阳的亮光照到台思的身上 台思才醒过来 面对警察的追赶 台思是如此的平静 因为他已经享受过短暂的幸福 而且他知道 这样的幸福是不会长久的 现在他确定的是 克莱尔是不会嫌弃自己的 有这样的心安 哪怕面对死亡 他也是充满了勇气 台思站起来抖了抖身子 平静地说了句 我准备好了 随着高高升起的那面黑旗 正义得到了声张 埃斯库罗斯所说的众神的主宰 结束了对台思的戏弄 而德伯维尔家族的那些先辈们 依然长眠在目中 对于后辈所遭受的一切 一无所知 台思一生中过早地遇到了 纯真的考验 可怜这个单纯的女子 因为不真 而经历了一段黑暗的岁月 当他再次遇到真正相爱的人 克莱尔 却不曾料到 克莱尔还是介意他的过往 在这件事上 台思和错之有 错的是那个满嘴花言巧语的 德伯维尔 后来德伯维尔 哪怕转性成了一个牧师 可当他再次遇到台思时 他那虚伪的虔诚 就被揭露下来 他依然还是那个浪荡公子 德伯维尔这辈子 就没有真心爱过谁 对于爱 他能想到的就是战友 这样战友 不付出真心的爱 是没有好下场的 克莱尔对于台思的爱 起初也是不成熟的 他从爱台思的外在 到爱台思的内心 中间隔了很多年 也就是这些年的时间 台思再次陷入了恶魔的圈套中 台思远比克莱尔爱他 还要爱他 他因为爱克莱尔 而不愿意欺骗克莱尔 而将自己的过去全盘拖出 没想到得到的不是克莱尔的理解 而是无情的抛弃 这场关于纯真的问答 每个人都给出了不同答案 谁是谁非 命运早有他的想法 让我们再来一起回顾 这个波澜壮阔的故事 探寻隐藏在纯真的背后的悲欢离合 我们一起读完了 哈代的德伯家的台思 这道关于纯真的卷子 终于答完了 每个人都迎来了他们的结局 或悲或喜 在这场命运的漩涡里 无人信念 让我们再来一一回顾 故事里那些震撼我们心灵的主人公们 剖析他们的心路 窥视人性的选择 台思 台思是一个勤恳肯干 又美丽动人的农村姑娘 她原本过着尚且足够温饱的生活 但一切都在父亲得知自己是个贵族后裔后 发生了改变 父亲因为这个所谓尊贵的姓氏 而到酒店里大肆庆祝 导致当天晚上不能赶急 孝顺的台思和弟弟一起冒着夜色去赶急 而就在这赶急的路上 台思和弟弟因为太困了就睡着了 醒来却发现自己家的老马王子 被一辆油车给撞死了 对于台思一家来说 这无疑是灭顶之灾 可这家人除了没有钱 剩下的便是乐观了 台思的父母盘算着让台思去找有钱的远房亲戚 德伯维尔老太太 希望有钱的亲戚能够帮他们一把 可台思的父母不曾料到的是 这德伯维尔老太太 不过是一个冒用贵族姓氏的爆发户 用贵族姓氏来掩盖自己 那不够光鲜亮丽的家族历史 自尊的台思一方面内心不愿意去 但另一方面又出于对老马死的自责 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这个有钱的亲戚帮忙 如果台思早知道后来的故事 他是怎么也不会答应父母的要求的 台思这一去 无疑是自己亲自走到了火坑里 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这个冒牌的德伯维尔家便是他噩梦的开始 台思一开始并没有见到德伯维尔老太太本人 反而见到了他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 浪荡公子亚历克 不熟男女情势的台思 看不透亚历克的阴谋诡计 自然也斗不过这个情场老手 于是台思便一步步地陷入了亚历克的诡计中 在一个晚上 这个浪荡野蛮的亚历克 无情地占有了台思 让台思之后的人生因此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面纱 台思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从这段苦难的经历里走出去 但这个经历就像鱼刺一样 时不时扎着台思的心 以至于台思在后来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克莱尔时 也多次因为这个糟糕的过去 而迟迟不敢答应克莱尔的求婚 后来台思还是和克莱尔结了婚 但因为结婚当晚 他向丈夫吐露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 盛怒之下的克莱尔第二天早上便与他分道扬镳 原来他的丈夫对他的爱也不过如此 伤心欲绝的台思回到了娘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克莱尔和台思都没有联系 而在这些日子里 台思家几经风雨 父亲去世 房子被收走 生活再次陷入了困境 本该履行丈夫职责的克莱尔却远在巴西 他听不到台思内心对他真挚的呼唤 走投无路的台思又遇上了浪荡公子亚历克 亚历克又一次用金钱俘虏了台思一家人 压倒台思的最后一根稻草 便是亚历克一直对台思说 克莱尔不会回来的 台思这才又重新坠入恶魔的网中 可怜的台思一生唯爱克莱尔 可克莱尔从来不曾出现在他需要的时候 台思是那么的爱克莱尔 甚至可以为克莱尔去死 可克莱尔却对他的遭遇耿耿于怀 两人在相逢时 克莱尔消瘦得没有人形 而台思已尾身于亚历克 在故事的最后 台思为了能够和克莱尔在一起 杀死了亚历克 结束了命运对他最后的捉弄 与克莱尔迎来了短暂的幸福时光 台思平静地走向死亡的战场 人生的这一次旅行 虽然美好的时光十分短暂 但对于台思来说已经足够了 因为现在他的丈夫克莱尔 终于不介意他的过往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克莱尔 克莱尔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 他的父母宅心人厚 而他的两个哥哥 却没有继承父母的这个好心肠 克莱尔早在多年前 就与台思有过一面之缘 那是在乡村的跳舞会上 只是当时的克莱尔 没有挑选台思作为自己的舞伴 后来在台思决心重新生活时 两人才再次相遇 两人在每天的相处中 渐渐互生情愫 对于当时的克莱尔来说 台思不过是一种美的象征 他爱的不是真正的台思 不是那个有黑点过往的台思 所以在新婚之夜 当他听到台思将过往 一一讲给他听时 他没有选择安慰自己可怜的妻子 而是选择冷落台思 还责怪现在的台思变了一个人 台思一直都是台思 只是克莱尔还不够成熟 他还没有完全理解台思 到底有多爱他 他还是不明白 真结与一个女子的真心 孰轻孰重 比起台思的高贵品质 克莱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真结 他抛弃下自己的结发妻子 也没有给台思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 还告诉台思 如果他没有联系他 台思就不准给他写信 最后他一个人孤身前往巴西 而他在巴西也并没有大展宏图 反而因为天气等原因生了一场大病 在这场大病中 克莱尔受周围人的指点 他的思想变得成熟了 他总算看清了真心的重要性 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自己那可怜的妻子台思 他亏欠他太多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妻子台思正处于水生活热中 他听不到台思绝望地呼喊声 台思在一天天中消磨了对克莱尔的等待 最后消瘦得不成人形的克莱尔从巴西回来了 可他等来的是台思又再次尾声亚历克的消息 他悲痛欲绝 他还是迟了 而在故事的最后 台思为了能够与克莱尔在一起 杀死了亚历克 他们享受了短暂的幸福时光 然后台思便带着这些幸福感 平静地走向行场 克莱尔远不如台思爱他爱的那样深 如果克莱尔可以早点领悟这个道理 他们之间也不用走那么多的弯路 贞结这个命题 哪怕到现在也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只是现在的我们对于女子的失真 有了更大的宽容 台思有着乡下姑娘一切美好的品质 却因为失真而在新婚之夜遭到了克莱尔的遗弃 我们回想台思失真的原因 除了要责骂浪荡公子亚历克的欺骗外 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台思多看一点小说 对男女之间的事情有多一点了解 他就会多提防一下亚历克 这就谈到了一个性教育的问题 以往我们对性教育是避讳不谈 庆幸的是 因为有无数个台思作为前车之鉴 现在大家对于性教育的重视远胜之前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无法减少像亚历克一样 心存歹意的人存在 只能多多教育我们的子女 多懂一点防身之术 多长一些见识 我们更应该清楚的是 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真洁 而是她内心的品质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 与大家分享你今天的听读感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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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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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